慈大附中在暑假的时候 抢先举行了新生成长营 提前让国一还有高一新鲜人 穿上制服来一趟校园巡礼 快开学了 慈大附中新生在志工的引导下 走进校园完成报道手势 照量身材尺寸 换上全新的制服 打上领带树立法辫 用整齐的仪容迎接全新的开始 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朋友 然后还有我非常期待 学校的天文馆 第一天当高中生 就是很紧张也很期待 然后希望未来三年生活 都会过得很顺利 慈程易德爸妈温暖陪伴 引导新生正确地用餐礼仪 从日常起居中学习独立 生活自理的能力 自我负责 其实是孩子成长里面 非常重要的配方 我们孩子很勇敢 自信地跨出 他中学的第一步 新生营融入品格教育 期许孩子们透过三年的努力 看见自己不一样的成长 自己校园宁静安详 是一个人是自己的好地方 带来新闻 这是爱美志工陈坑木 花联报导 房联付